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5月27號的上海安福路 出現了這張海報 珠諾花園DJ現場直播 這個活動時間是在下午的3點到晚上的6點 看到這個現場,我還以為發生在台灣呢 安和路被稱為是上海最文藝、最國際化的一條街 總長850公尺 這條小路上有將近一半的住戶 都是境外市民所謂的陽大人 這個安和路是老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地帶 有許多的老洋房、異國餐廳 上海的話劇社中心也在此 是很多西方人來到上海生活、工作的聚集地 同時也是上海打卡旅遊的景點 但看這個景象,難道上海要共存了嗎? 喔不不不不不 這場活動是由居住在珠諾小區的那群洋人 也就是小粉紅俗稱的境外勢力 他們發起的烤肉活動 並且煽動善良、純真可愛的中國居民一桶酒池肉麟 意圖用萬惡的資本娛樂顛覆國家政權 使中國國破家亡 重回大清晚年的頹市 看看影片中的人們 各個飲酒作樂、開趴、烤肉、不守復道、背棄地質堆、群魔亂 影片中的洋人還在為被煽動的中國居民送行 鼓勵他們反抗打敗政策 大家似乎都被西方躺民主義給洗腦了 認為這個死亡率不到0.1%左右的林天天病毒 非常的無所謂 這支影片在5月27號當晚的上海 就有多個微信群組在瘋傳 大家似乎都希望自己家小區也可以有一群這樣的洋人 帶自己出去嗨一晚也好 更好玩的是當地的公安健壯都不敢現場驅趕 直到隔天早上大家散會之後 中國官方才默默地把路封掉進行特色管理 沒有任何一個境外勢力被進行現場逮捕 洋人似乎成為了中國特色管理中國居民的免死金牌 對這個公安還自帶免傷效果 這時一堆眼紅的小粉紅跳出來嘲笑 誒這些境外勢力活該啊 譬如說這支影片 好嘞 阿斯都被封掉了 普通外國人在這裡遊行 在遊行啊 遊行 聊聊 從這位林粉紅羨慕怒嫉嫉恨的言辭中 我們可以明顯知道他支持特色管理 並認為遊行或是公民不合作運動 跟政府表達一種訴求啊 追求自己的權利 是一種大逆不道傷天害你的學為 雖然他內心極度渴望不會想出去嗨一玩 但是啊 每個中國人民應該都要愛黨愛國 政府給你的是政府的恩賜 你要感恩戴德 政府不給你的是政府的本分 身為納稅人的你們啊 要好好的服從黨的領導愛黨愛國 接下來我們看幾則留言 這位叫做美麗堅的網友說 該清醒的支持上海獲得了484個點讚 下一個網友叫做新的方向 他說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權利 得到了464個愛心 下面一個叫做卡斯特羅的粉紅說 沒命了還貪什麼自由 獲得了13個讚 下一個叫做警惕的網友 他說一個落於林天天的劉拉希 弄得全社會一地雞毛 獲得了434個點讚 結果下面的小粉紅馬上回他 你知道2000多萬人口的台灣這幾天 因為這個林天天死了多少幾個小朋友了嗎 獲得了16個點讚 從剛剛上述的留言我們可以發現 點讚最多的都是支持境外勢力的留言 或者是支持這個共存的留言 愛黨愛國啊 或者是支持中國特色管理的 都很少人按讚 看來這部影片還沒有被黨征服 如何判定哪條影片已經被黨征服了呢 教大家一招 你們就要看到有開啟精選評論 或者是看不到任何評論 出現以上跡象 代表已經被我黨給征服了 很明顯這次由境外勢力煽動的朱諾花園 成功被和平的手段鎮壓 我黨又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了 這個對世界和平做出了榜樣 套一句小粉紅最愛說的話 這要是在美國早就被福伯勒打死了 但國外好像可以開啪 因為人家是共存的 而且就算真的被打死 人家歐美會有國賠嗎 那個國賠如果小粉紅都有去追後續的話 動輒十幾萬到幾百萬美金的 這換算成人民幣 可是幾百萬到幾千萬的國賠金啊 反觀一下 在中國被公安被承管暴力執法的那些中國屁民 你有聽過國賠是什麼東西嗎 你們知道國賠這兩個字要怎麼寫嗎 這些小粉紅反不要被罰款 就已經阿彌陀佛了 譬如說他去舉報台獨份子 結果自己反而被罰款 台獨份子繼續沒事 繼續再拍這些分裂祖國的言論的影片 我們試想一下 假設今天這場Party沒有境外勢力 那下場會是如何 相信大家應該不難猜到吧 輕一點被公安現場虛感解散 重一點被判顛覆國家政權 煽動最尋尋之勢 這裡剛好有一個案例 5月21號中國一名男子 在自己家樓下烤肉喝酒 結果被公安刑事拘留了7天 是我不對 我誠懇地做盜竊 給政府添了麻糞 我保證下不為力 另外一個例子 5月24號一名叫做 氛圍帥哥大賞的網友 他講到 所有人都想下樓 所有人沉默等著我和你人吶 去你臨天天的 這什麼意思呢 可見在沒有洋人的社會裡 每個中國人都在等出頭鳥 幫自己爭取權益 抗爭成功的話自己可以不費 吹虧之力作響其成 那抗爭失敗了呢 自己也不會被清算 反而還可以落井下屍 愛黨愛國一波 你說這樣的民主還有救嗎 同時在上海的加里華庭 一群義大利人率隊突破中國特色管理 四輛警車馬上出動準備鎮壓 但一到場看到了一群洋人 和義大利領事館的車輛 公安立馬聞風而逃 相比之下 在中國的洋人比中國人更有人權 你各位看到了 還不趕快訂購一組洋人來你家社區 你看中共嘴巴很囂張 天天罵美帝小日本 但其實心裡最怕的就是西方勢力 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 也都在歐美拿永居 貨入籍財產也大多放在西方 所以習近平前幾個禮拜才祭出 如財產在西方者 不得晉升黨內高官 我們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大清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打 到1990年的八國聯軍 大清百姓見到清兵官員被打 攻破紫禁城 各個是拍手叫好 借梯子給聯軍的 給聯軍帶入的幫聯軍搬運軍火 甚至出現的第九國聯軍 是由英國人招募稱作華永寅 這華永寅的士兵大多是清國退役老兵 而且經過英國現代化軍事訓練 戰鬥力比清國強 薪資待遇條件也比清國士兵高出許多 這支軍隊也在八國聯軍戰役中 擊殺了許多清國將士 當然啦 這些都是生意 帶入要給帶入費 借梯子要給租金 搬運要給運費 當兵的要給佣金 這才是珍惜的中國 什麼民族團結打倒美帝 這些只會出現在抖音或是中共的教科書上 你錢一給出來 小粉紅馬上叛黨叛國 如今中國在中共的吹捧下 已經越來越強大了 小粉紅也是認為祖國強大了 對沒錯 祖國確實在你們面前 在面對著你們的時候 非常強大 強大到都沒有中國人敢自救 都需要靠外國人 那些被社會鐵拳鼓打 不敢推門外出的小小菜 反而去批鬥那些勇於推門 解放自己 甚至幫中國人取得相同的權益的那些養人 如此厲害了我的國的民族 上網要翻牆 出門逛街要有六彎陣子 被鎖在家裡 無飯可吃沒有自由可言 最後啊 只剩敲鍋咆哮 連推開自己家門外出的勇氣都沒有了 一百多年前要靠洋人的船間力炮打開國門 百年之後仍要靠洋人來打開自家的大門 套句習近平說的話 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 欺負壓迫奴役我們 誰妄想這樣幹 必將在14多億中國人民 用蟹肉鑄成的鋼鐵長城面前 碰得頭破血流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希望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Style再見啦 掰